大家好,爱吃鱼的小毛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10月很快过去了一半,最近除了南宫米千元律师广收好评外 陆星才的人生胜利组,金会秀新剧,往后散下等也都是本集话题韩剧 而今日的韩剧数据分析机构GoodDate 其中就公开了近期热播韩剧话题度Top10 其中陆星才人生胜利组名次下跌 往后散下爆好评空降低二 南宫米千元律师话题度也持续飙升 近期热播韩剧话题度Top10 Blind 局中人2.91% Blind 局中人话题度于上周持平 这部剧找来玉泽眼 郑恩蒂和西晨主演 剧中围绕着刑警法官 社会工作者以及陪审员 不同面向的角色 以多年前的虐童案件为开端 埋下主人公 身世伏笔 并透过女大学生杀人案 庭审 展开一连串寻找真凶的故事 是2002年评价很不错的悬疑剧 Blind 局中人剧情悬疑感很强 猜凶手的题材让每一集都充满悬念 吸引观众跟着线索一步步解谜 加上主演群全员演技在线 看完一集就会想再看下一集 是许多悬疑剧迷最见的爱剧 可惜Blind 局中人收视较为敌迷 播出至今收视率仅为止在2%左右 是小中好评剧的代表 近期热播韩剧话题度Top9 三姐弟要勇敢3.7% 三姐弟要勇敢获得3.7%的话题度 三姐弟要勇敢由李和娜领周换主演 最终讲述作为家中长女不得不为了家庭而做出让步的金太珠 以及身为长子身为娱乐圈顶级明星赚钱养家的李上俊 两相遇后相爱的故事 三姐弟要勇敢的播出时段交多观众收看 不过韩王勇普遍认为 这部剧没有亮点角色人设不淘气 李和娜和林周换等主演群的演技也不出赛 加上恋爱题材吸引不了韩国婆妈观众 导致剧集播初后回响不大 收视和讨论度都不如以往的末剧 现在很美丽 绅士与小姐等亮眼 近期热播韩剧话题度TOP8 台风的新娘3.85% 台风的新娘是新开播的日日狗血剧 在网上有3.85%的话题度 该剧由绅士与小姐女儿 朴和娜 孙畅敏等主演 决心讲述里为绅士七三的女人 决心要成为仇人儿媳的复仇 并未寻找亲生妈妈的故事 凭借盛世与小姐的女儿受到关注的嫖和娜 在剧中化身化妆品公司代表江峰 小时候因不是父母亲生女儿 而被赶出家门 长大后与之前的家人重逢 便决心展开复仇 目前剧情普遍获得正面评价 是蛮新人的狗血剧 主演群演技也都很自然 能让观众投入剧情 收视率最高达到了12.9% 近期热播韩剧话题度TOP7 以法相爱把4.56% 以法相爱把以4.56%获得第七名 以法相爱把是由李生姬李生二大主演 支部剧结合绿症 喜剧爱情元素 剧情讲述曾是天才检察官 现问业主的金正浩李生姬是 与前女友监17年的直戟 四次元律师金有李生日 在法律事务所间 Captain Low Coffee中 成逢后展开的罗曼史 以法相爱把是很轻快的正律剧 画面分为清新案件及神火化 又不失法律专业 每集都有笑点也有感人类点 而李生姬和李生姬在距离破镜重渊 有很多高天场面 这次搞笑中带有温暖的爱情喜剧 每集看完都很疗愈 播出至今收视率维持在6%左右 表现十分稳定 今期热播韩剧话题度Top6 真剑胜负6.39 真剑胜负本周话题度为6.39 真剑胜负由杜静秀 深圳小姐李世希和俊竹燕 该剧剧情讲述了一名检察官阿正 将自己伪装成点儿郎等的不良检察官 为了弱者和受害者 为了实现争议痛快的粉碎检察官组织 和韩国国内所有的腐败的故事 真剑胜负是爽剧体材 剧情推进节奏很快 而杜静秀在剧中化身逢死检察官 以暴制暴的情节 更是非常爽快过瘾 初次的演技替剧情加分不少 剧集氛围热血又搞笑 看外能够消除现实的郁闷 目前真剑胜负仅播出了4集 最高收视率达5% 为2022年KPS水母剧周三四播出 收视率最高的韩剧 近期热播韩剧话题度Top5 月水紧火木土8.67% 第五名是朴明高庚卓 精彩永主演的月水紧火木土 在网上占有8.67%的话题度 该剧讲述为了参加夫妻聚会 同学会等活动 需要临时妻子的单身贵族们 女主人公崔善恩 扮演起单身生活榜首所展开的故事 月水紧火木土播出初期 因为新鲜特别的题材 和有趣的剧情 获得不少好评 不过随着故事推进 越来越多我而认为这部剧情走向平淡 没有形意 节奏也不理想 两位男主角更适合朴明灵火化 然而逐渐失去了追剧的欲望 讨论度不如一开始亮眼 近期热播韩剧话题度Top4 人生胜利组10.62% 人生胜利组的话题度于上周持平 名次从上周的第三名下跌至第四名 该剧由陆行才李中元 郑采英等演员主演 举行讲述土汤时出身的高材生李成天 某天利用一只神秘的金唐石 与出生在有钱人家的同学 黄太勇之间交换了身份 成为了后天行金唐石的人生冒险故事 人生胜利组播出出镜 因为体材形影 反转不断的剧情 收获满满好评 充满了爆款剧的预感 然而近期集 剧情略显怂散 越来越狗血 主角群几乎没有顺遂发展 使剧集氛围变得压抑 沉重 反转力度也很平 有种宫动选序的感觉 最新一集收视率还创下了4.6%的新低 不知道后续剧情能不能牛转评价呢 兼其热播韩剧话题度Top3 Cheer Up 11.39% Chair Up话题度从上周的7.06% 上升至11.39% Chair Up由上流战争韩之贤 为何是五秀才 陪人鹤 僵尸校园的李渊泉等年轻艺员主演 已有着50年传统的大学啦啦队 Tayla为背景 讲述是人们为了没让陌隆的社团 起死回生而展开的行动 并上演20岁大学生之间的校园罗曼士 Chair Up以新颖的大学啦啦队为题材 年轻主演曲与校园背景很搭 而决心除了有热血情绪的啦啦队 新兴的恋爱情节 还结合了悬疑元素 十分引人入胜 播出至今收视为止在2%左右 虽然不算亮眼 但整体评价和话题表现蛮不错的 机器热播韩剧话题度Top2 往后散下13.77% 往后散下13.77% 话题度空降第二 往后散下有金会秀 丁罕书 崔远英 玉子言等主演 举手讲述朝鲜时代的中殿娘娘 林和林 金会秀是为了守护儿子们 抛下自己的尊严 努力让王子们成长为 优秀王储的极限奋斗技 前两期收视为7.649% 和9.062% 首播成绩非常亮眼 往后散下和遗忘的古装剧不同 举手融合了古代的宫斗 与现代人重视的小孩教育 碰撞出新衣 推进节奏快 前两期就将故事背景交代 婉政母子之间的互动也很有趣 缓和宫中严谨的风味 而且会秀和锦喊书更是气场全开 看着两人标信十分过瘾 不少玩也都将往后散下 品为古装剧SKY CASTEL 首播评价很高 近期热播韩剧话题度套不易 千元律师20.54% 关于毫无疑问就是千元律师了 话题度从上周11.64%飙升至20.54% 千元律师由性看性男工领和经纪人主演 剧中讲述委托费只有一千海员 实力超强的前远律师 钱志勋 成为没有犒唤到委托人们的依靠 并与有钱的不法之徒 身下昂贵的律师们展开对抗的痛快故事 是近期最受好评的罕剧 千元律师剧情围绕着一桩桩案件展开 结合温馨感人爽快惩戒 悬疑解谜等不同元素 还有许多血压的无厘头笑点 而最新剧情揭晓了男主角志勋的官网 使角色变得更立体饱满 男工民也再次展现情绪渲染力极强的苦戏眼镜 引起观众热烈回响 最新受视率更是达到了15%新高 后市持续开场 上面就是小毛巾为大家整理的几部 近期高话题韩剧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观看